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科幻战舰,我是主播小甜甜,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《像素大战》,因为单薄的剧情设置受到一些观众的诟病,但这些游戏中的熟悉身影,出现在大荧幕上,看着还是挺新鲜的。 库珀和珊姆从小就是一对好机友,经常相约游戏厅打电玩,并在游戏厅里结识了另外一位朋友,神奇小子。 和笨拙的库珀不同,珊姆是个游戏天才,无论是什么游戏都玩得得心应手。 在库珀的怂恿下,珊姆参加了当地的世界电子游戏比赛,并一路杀尽了决赛。 决赛前,主持人称比赛场面将收录在录影带中并发送到太空,以此寻找外星生命。 决赛对手是身材矮小的旋风之火,艾迪。 虽然玩的是珊姆最擅长的大金刚,但珊姆最终惜败对手。 一晃许多年,当初连游戏都玩不好的库珀,逐渐成为了支持率,民望都不太高的美国总统。 而当年的游戏天才珊姆成为了电子公司的服务员。 这天,他到一位小正太家,为他安装新买的游戏设备,却和小正太刚离婚的妈妈聊起了人生。 而在另一边,关岛的空军基地监测到了异常情况,还没来得及做出应对措施,就受到了攻击。 被袭击之处留下许多像素块,感到惊讶的士兵出门查看情况,也被不明入侵者变成了一堆像素块带走了。 受到袭击后,库珀马上通知珊姆前往白宫。 在白宫里,珊姆发现刚才和自己聊完人生的太太,竟然是一名中校。 库珀让珊姆看了空军基地被袭击时的录像,并怀疑是受到了游戏星人的袭击。 但这一想法让国安会的官员认为自己的总统疯了,珊姆想进一步为总统解释,却反被上校一顿嘲讽,只能灰溜溜地离开。 回家途中,珊姆一拳打飞藏在她车后的人,却发现是多年不见的神奇小子。 她邀请珊姆去她的工作室,在神奇小子挂满游戏人物丽莎的工作室里。 她向珊姆表示,可能是当年发射到太空的录像带,被发现,将他们所见内容的真实版本派来攻击地球。 随后,她向珊姆播放的录像带证实了这一说法。 录像带中受到了干扰,自称来自弗鲁拉辛的外星人,幻化成人类的外形,表示看了比赛录像后,感到了威胁,将在15小时后进攻地球,地点在印度。 而在印度,面对太极灵被轰成像素块,也不忘录视频留念的小伙子,游戏星人当然是选择带走她。 此时大家终于相信,是受到了游戏星人的袭击,马上安排海豹特战队进行备战训练。 而珊姆作为专家顾问,需要对他们进行训练。 好吧,其实就是教他们玩游戏,海豹特战队全员在下一个攻击地伦敦严阵阵一带。 很快,他们看见大量的像素块从天而降,而这次要玩的游戏是大蜈蚣。 珊姆命令士兵不要涉及武功的身体,要涉及头部,但不熟悉游戏玩法的士兵很快败下阵来。 珊姆只能亲自上阵,一轮完美的操作,成功取胜。 但游戏星人不会就此罢休,意识到势单力薄的库珀在监狱里找到了当年的旋风之火,艾迪。 谈妥了条件,让她也加入到与游戏星人的对抗中。 得知要玩吃豆人,还邀请了吃豆人的创始者,严谷大师加入。 面对肆意妄为的吃豆人,严谷大师不愿相信自己的创造变成了坏人。 上前与他理论时,吃豆人毫不犹豫地吃掉了他的手。 几轮游戏中,神奇小子出现了意外,艾迪的车也冲到了河里,最终还是靠山姆击败了吃豆人。 众人以为取得最终胜利,举行了庆功舞会。 但游戏星人却声称,在游戏中,人类存在作弊行为,将在12小时后摧毁地球。 原来,是艾迪偷看了写在眼镜上的吃豆人超高速秘籍。 甚至艾迪坦白,当年也是靠同样的方法打败山姆,成为游戏世界冠军。 而小正泰也被游戏星人带走了。 此时,母舰上已派出了大量的游戏战士,他们攻击人类,所到之处皆成像素。 无奈,山姆只能再次投入战斗。 艾迪为了证明自己不作弊,依旧能做好,也回归了队伍,甚至身为总统的库珀也参与进来。 神奇小子在众多像素战士中,见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女神丽莎,并用真诚感动了女神,女神也为她扔下了双剑。 最终,大boss邀请山姆到母舰上进行最后的对决,只要能闯过最终关,就能拯救地球。 最后一局游戏,还是玩起了山姆最熟悉的大金刚。 山姆也饱到未老,带领库珀和范忠孝,最终赢得胜利。 随着山姆的大锤子扔向大金刚,所有的像素战士都化为像素块,回到了母舰。 电影的最后,世界又恢复了瓶颈。 一群昔日沉迷电子游戏的老宅男,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。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,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。 科幻战舰,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。 我们下期见。 12点赞和词 与别忘了解墙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